在学校做设计的时候 因为你就是算是那种 lead architect那种感觉 所以你可以掌控 这个设计的任何一个要素 材料啊 它怎么发展啊 造型啊 什么都是任你玩 但当你到真实业界的时候 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是没错 所以我自己认为 对于很多设计人 刚到业界的时候 其实那个失落感还蛮大的 会有落差 对 就顿时间会觉得说 好像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其实我也有听过 就是前辈有给我一个观念 就是说 就像刚刚响仔提的那个部分 就是说我会落差很大 那这前辈就跟我讲说 你可能做了一个阵子之后 你会在你的这个工作环境面 找到一个你自己小小 可以存在的一个小天地这样子 那你去找到那件事情 你搞不好可以维持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Podcast 我是想宰 这周是很久没有更新的新干报道单元 一起来挖掘建筑业界新鲜人 在做哪些新鲜事 那这周呢 其实很可惜 就是我们没有现场的录影 不然的话大家就会看到说 哇真的是有个帅哥 令人到我们录音室里面耶 稀可稀可 好那我们一起来欢迎大勇老师 嗨大家好 我是黄建勇大勇老师 好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要邀请大勇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中 其实我跟大勇老师的 远远也算是蛮久远的 对没错 就是那时候我还在台科大读大四的时候 他那时候是他第一年来台科大里面教书 对第一年进入学校 对 那所以他就跟我说 因缘巧合的就认识了之后 就问我一些台科大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 或是就是建筑系的系管在哪里啊之类的 对然后就后来就陆陆续续看到大勇老师 就推出了很多一系列的课程 然后就说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算是职业发展耶 跟很多人都非常的不一样 对是没错 对就是想说很多人都说 毕业了之后就时常去事务所啊 然后就是蹲一辈子这样子 然后可是大勇老师 他是除了在事务所做一阵子之后 就开始从事一些教职的工作 对 不管是在学校里面啦 或者是在这些补习班等等的一些常识 那今年他又推出一个很新的形式 那这个形式我们在晚一点的节目中 会跟大家带到 那首先呢 想请我们大勇老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本身是台科大毕业 好 然后硕士是淡江 那投入 刚刚翔子有提到嘛 就是我从职场到教学的这一块 在过程里面大概包含了 大概九年多 这快上进十年的时间这样子 对那前段应该是说工在职场 从退伍到职场的过程 大概是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啊 对那当然 我从退伍准备考试 考上进度是大概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考上 这是很厉害耶 没有没有 现在有很多人一毕业就考上了 想一想 我最近毕业了差不多三四年了 结果才可以过一科而已 真的是烂道给炸掉 不会不会 什么时间考上都是可以的啦 只是现在很多刚毕业就考上真的是蛮强 真的很厉害 对对对 时间管理大师 都是 我是我自己大概花了这一年半 一年多的时间啊 对那当天当然还是有在事务所工作啊 也有到上海出差的经验这样 也是边工作边准备的状态啊 对 我觉得这很厉害 因为很多人到一年之间过 基本上都是可能是全职考生这样子 这种状况下 应该说我的优 应该说我比较 算是稍微轻松一点的部分 就是我的素科准备时间蛮少 对那因为我大学跟研究所时期很常手绘 OK 对对对 所以呢我只要去了解 建筑师的考试 他重视的是什么 对那我就是省略了很多练习的时间 对对对 没错 大部分都在念书吧 学科比较烂一点 读书的部分确实蛮痛苦的 真的 大学翘太多科了 我今年也开始在努力的想要尝试去多考过几科 开始读书 对 然后就是可能真的是事隔三四年 然后再次拿起一些什么结构课本啊 法规的书打开来看的时候 顿时就觉得说 体力跟心力都是一个考验 真的 就是突然间想要再次投入到那种就是读书的那种状态 真的很难 很难啊 对对没错 就是你要把自己静下来 好好读书三四个小时 就开始就是 公司的email又来了 什么事情又来了 什么事要处理 上班时间基本上不太可能看书啦 对啊 对啊 上班时间这么多的事情 如果又是专案的话 那就更忙了 对那像要下班回家之后 大部分人可能还要加班 对 就那种已经筋疲力竭了 就是甚至也不会想要再打开那些课本来看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就顿时间考 这种事情变成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呃 大家对于考建筑师这一方这个东西应该有很多的疑问 那我们相信在这一集节目之中也会陆陆续续的跟大家一点一点的跟提到 然后说明这样子 好没问题 对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就像当然不免俗 大家都是建筑人 一定要问一下说 为什么会踏上这一口不归路 呃 会 呃 应该说会踏入建筑其实 回到最说到国小的时间啊 我后来开始回想说 其实每个人的过程啊 其实都有积可循的 对 像像我在国小的时候 我的 基本上我的学科是蛮烂的 啊 常常考试也不及格啊 不然就是啊 有时候都没去上课的这样子 但是我只有一节课 一堂课啊 就是永远都会在现场就是美劳课 哎呦 对 我只要是美劳课呢 都是那种 冲第一啊 然后很乐在其中的 然后或者是那种学校不是都会有布置比赛吗 美化校园什么的 那个都 每次都是拿到钱两三名这样 然后也有去 呃 参加全国的比赛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呃 美术啊 美劳啊 或是立体创作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好像是我的 一个个人的一个特质 对 那所以 呃 到了大学的时间 应该说在网上念的时候 哎 我刚好我 我的哥哥他也是建筑的 然后就看到啊 然后做那些好像很帅的建筑模型啊 是 画很漂亮的图啊 好像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就选了建筑系这样子 那踏入之后有这种就是啊 被骗的那种感觉吗 呃 其实踏入之后 其实我我我应该还 我还我还我还蛮想做这个过程 是 对对对 因为我我大像我在 我本身也是台课大嘛 是 我在台课大的时期 我几乎 一个礼拜 睡觉时间可能 可能都不超过 二十个小时吧 哇 很 又很长啊 跟我全盛时期差不多 应该说 那个状态就是 生活的90%以上都是学校 是 就是一直都窝在工作室里面 不管是在画图啊 做模型也好 对对对 或者就是或者是没事做也在工作室里面 那种状态 对对对对 就我们会觉得说 哎 做这些事情是自己很喜欢的 嗯 那只是累的话就 你找时间睡觉啦 对 比如说上课的时候 或者是一定要去修那个通事的讲座课 是是是 对对对 那个是 我相信大家都过来人 那个都很懂 大家都知道 对对对 就是老师在说 那个办教室最后一排啊 都是建筑系的这样 对没错 所以回到家就有精神啊 就可以做事了这样 是 对 刚刚你有提到说 在大学的时候 研究所的时候 其实有做了非常多的手绘嘛 但是但是课程的要求吗 还是说那只是你个人自己的表现法的时候选择 其实在大学 比如说在台科大 或者是我之后去淡江念书 我觉得我过程遇到 当然电脑的技术 也是同时并行的 但是我遇到的是老师啊 都蛮支持我说 我自己想要怎么样表达我的设计 对然后包含我的最后研究所的设计也是用手绘 然后其实我在毕业后大概一年多有办了一个小型的手绘各展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做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人跟我讲 你应该要去做这个东西 然后好像没有跟你讲说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只要你 我后来发现就是只要我喜欢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成就感的话 对哪怕是这些都是筹备的费用都是自己负责的这样子 对 应该算是很特别的吧 你是办在什么样的场所 有点好奇 其实因为那个是算小型的一个各展 然后那个各展也是有结合一些酒吧的空间 对对对 那这个酒吧其实它有不定期会 自应这些艺术家啦 或是摄影家 对对对 可以办小型各展 蛮酷的耶 对对对 我没有想过说就是可以拿自己的一些建筑图面 然后收集收集 反而是去一个咖啡厅或酒吧空间去办这样子的个人展览 对对对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展览这个事情对于一个建筑学生来说还蛮重要的 很重要 因为我看到您在带就是泰克大的大意兴盛的时候 其实也陆陆续续有在推动他们去把他们的作品给展现出来 对 对没错因为呃怎么讲 我觉得展览是一个阶段的成果的检视吧 是 对那我给学生的一个观念是说 呃你在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都是一个一个多月就会换一次老师 是 那你在我的这个一个多月的学习底下呢 我希望你可以去面对一下你的过程 嗯 这一遇结果 那也许最后做的是是不是非常好 我觉得其次 但是这个过程应该是可以被记录起来的 嗯对对对 所以我都会要求我这一组学生就会有一个小型的成果展出这样子 其实我有点好奇就是如果当学生是被要求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是有点抗拒呢 还是就是就是逆来顺受这样 嗯 我我觉得应该被我带到的同学都知道吧 所以他们应该 雾上贼船 对他们应该也不用问这件事 好像学长姐传承下就是 轮到我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这个要求 是 对对对 不过也是有学生会觉得压力大啦 嗯对对对 其实我可以理解 就是这让我想到说我之前去美国交换的时候 他们每一学期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类似开学前 对对对 都会有都会有一种算是学期夜这样子的 哦哦哦 的那种夜晚 然后就是他们会把上个上一个学期就是 每一组去选一两个好的作品 对对 然后就在工作室这个场所里面把全部布置出来 对 等于说就是你各个年级的学生 你就可以在那个夜晚看到不同年级的 哦哦 学长姐在做什么样的作品 然后就大家可能就是have a drink啊 然后就是chill 然后有些人在live band啊这样子 是一个很很放松的的夜晚 但是你就同时间可以去看到说 哦原来我可能下个学期要做这样子东西 或是下一年要做这样子东西 然后可能是什么样的成果 对 同时你也可以去学习到说 哎不同年级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法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其实展览对于一个系所里面 其实还蛮重要的 对 那当然不单单只是说毕业展览 是 因为毕业展览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level 对 但是在一个学期的时候 每个学期的成果展现 我自己觉得是对于低年级的 或者是刚进来建筑系的 其实算是一个很好的 很重要的 的学习的机会 其实香载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展览也是一种传承吧 就是让也许是学弟妹 或是新进的学生 他可以知道说 我进来 我可能有一些东西可以参考 我可以预先知道说 我们学校到底在做什么 包含我们暑假有办了一个 大一的双年 两个学期的成果展出 挺好的 对 所以大一的新生 他们来报道的时候 跟家长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知道说 原来台科大大一呢 可能会有这些的作品啊 这样子 就是地狱弹门打开了 对 那就看到哪个老师那一组了 是 没错 相信大家如果选到大农老师这一组的话 应该是既新分又受害怕受伤害 他们都很开心 他们都很开心 最后都很解脱的感觉 OK 好 那在进到教职之前的话 其实你刚刚有提到说 你也有经历的纪念在智商打 就是打棍的生活嘛 对对对 那我想好奇是说 就是你自己觉得在学校的时候 跟进到智商之间 是什么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 我觉得在学校比较像是 没有人会跟你讲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 对错啊 也不需要为谁负责 是 顶多就跟平常新出老师吵架这样 对 顶多就说我可能这学期比较混啊 不是比较认真啊 分数高低的回馈这样子嘛 是 所以我觉得学生比较多时间是在为自己负责 嗯 还有为自己的学压生活去做规划 不管你要参加社团 还是说你要去选修胖听什么课这样子 对 对那所以在学校的过程 你不会知道外面疯疯雨的事情 所以呢 进入职场之后才知道说 哇原来就是 开始遇到工作就会有责任啊 是 好 那我觉得进入职场就变成说 你是在什么样的位置 什么样的角色 责任就不太一样 嗯 特别是你可能刚进一个公司的话 可能有半年的适应的 适应工作模式啦 或是适应你的主管的老板的一个时间 嗯 那你时间越来越长 你可能三年了 你可能变成是一个小小的组长了 甚至你可以开始有专案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的压力就是会更大 顿时间又不一样了 对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在台湾 就是建筑教育里面有一块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其实我们不太合作 嗯嗯 就通常都是你自己一个project自己run 当然说每个学校可能不太一样 嗯 但是台科大就我所知 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个人小组的设计这样子 嗯嗯 但是到了职场之后 其实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顿时间一个案子要推动 你是会需要非常多人的投入 不管是你同公司里面的 其他的设计师也好 嗯嗯 或者是说你会突然时间很多很多顾问 嗯嗯 什么结构顾问啦 机电顾问啦 那如果你在做更复杂一点点 你甚至还有什么交通顾问 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 一连串的顾问出现了 对 顿时间要怎么把这些人的资讯 整合到一个作品里面去的时候 对 非常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对 我个人觉得对于一个 刚进到职场的新生人来说 对 是一个蛮棘手的课题的 应该会吓到吧 哈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呃 刚刚你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建筑师或是建筑人 他在一个案子里面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整合的角色嘛 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负委托 然后也许你会有组员 要怎么帮忙你等等 所以那个责任是压在你的身上的 对 尤其是当你是一个小组长的时候 对 然后很多时间 你可能来不及处理设计的问题 都在处理工部门的问题啊 对 我很懂 对啊 然后可能最后你能好好做事的时间 可能已经下午三年 三年过后 是 对 所以不得不就假扮这样子 这个真的是说到我心砍 对 就觉得说到底在忙什么啊 为什么电话接不完 然后对 一下就中午了 对 然后可能在打打公文啊 然后就做做几简报啊 然后就欸 我好像一个 已经一个月没有打开那个 CAD的画图了 对对对对 没错 或者是说你认识 周末的时间 可能就要自己想办法 对啊 去把那些可能没有画文的图的部分 补起来 对对对 因为毕竟是你要配合业主 不是业主配合你 最怕就是 你请了同事帮你弄 结果弄完之后不能用 哦 这就很可怕 对啊 对就是弄完之后 还是要自己收尾这样子 对 因为毕竟你自己是专案的话 你还是会希望说 出去的东西 你都还是要看过一遍 一定要看过啊 是啊 不然的话就是很怕说出去就 对对对 到时候就着起来 还是到你身上 是是是 对因为我最近开始在带专案 所以这部分我还蛮 心有其其言 对对对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然后就因为 因为老板顿时间 什么东西都是问你 对 这个案子进度是怎么样 是是是 对 然后这个图画了没有 为什么是这样画 对啊 如果你的副委 会不接你电话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回过来就是说 如果听众是学生的话 我就会蛮建议 他们好好珍惜 在学校的 你虽然说做事之类 但是那个是 至少是你喜欢 自己的东西啊 对 而且我觉得 那有一点很大人不一样 就是 在学校做设计的时候 因为你就是 算是那种 lead architect那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你可以掌控 这个设计的任何一个要素 材料啊 他怎么发展啊 造型啊 什么都是任你玩 对 但当你到 真实业界的时候 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是没错 所以我自己认为 对于很多设计人 刚到业界的时候 其实那个失落感 还蛮大的 嗯会有落差 对 你就顿时间会觉得说 好像这不是 我想做的事情 呃 其实 其实 我也有听过 好就是前辈 有给我一个观念 就是说 就像刚刚 箱仔提的那个部分啊 就是说 哎我会落差很大 那 这前辈就跟我讲说 哎你可能做了一个阵子之后 你会在 你的这个工作环境面找到 一个 你自己小小 可以可以存在的一个小天地这样子 嗯 那你去找到那件事情 搞不好可以维持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 嗯 对 也就是说 他可能不像在学校 像刚刚你提到 我可以 好像随心所欲的很多部分 可是你在职场上 如果找到一块 你还可以发挥的地方 也许那就是你的 继续存在的理由 哈哈 对对对 就是这边就是要祝福各位小螺丝丁们 继续加油 对没错 没错 对因为这就让我想到说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朋友 他之前在Frank Gary的事务所工作 嗯 他说他画了整整一年的门窗图 嗯 就是一整年都只画门窗图了 画门窗图 对 我也听过画厕所 对 两三年的 所以这 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听到这边就顿时去 这是什么 要做这种事情吗 可能跟他去的公司的规模啦 跟他的工作模式分工是有关系的 当然是有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那因为他会画一整年门窗图 因为大家也知道Frank Gary的建筑物就是外七扭八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他的门窗图是每个门 每个窗都不一样 是 所以他才会需要说可能要花一年的时间去画那一套图 对因为你要施工你就要有图 对 图跟你建筑图要对得起来 那原格讲也是蛮专业的啦 其实蛮专业的啦 其实蛮专业的 可是就是你光是乍听起来就会觉得说 我都在画门窗 那我做设计的部分呢 可是说实在话其实 就是让我想到我最近在读了一本书 其实就是MISS有说过 细节是神 所以其实很多在处理 不管你可能觉得很资为莫及的小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窗户在哪里 门在哪里 门怎么开 对 这些东西其实都算是建筑设计的一个小细节 对 那说不定你在做这些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去展现出你设计的一些小厮道里面去 对对对 没错就是说你找到一个地方你可以发挥的 但就是心态的状态啦 心态怎么去调整 这样子 没错 我点好奇就是说因为你之后有在做补教业嘛 那应该有接触到很多就是同时在职场啊 然后同时在补习的学生 那他们对于有没有给你一些他们在工作时候的一些 不管是心得也好压力也好的一些反馈 当然有啊 就是包含 因为我的学生什么年龄层都遇过了嘛 是 从23岁到70几岁的都遇过了 对 对他们来自背景也都不太一样 对那 比如说20几岁的学生 他们可能在事物所遇到的就是 做不完的报告书啦 画不完的CAD啦 对 这样子 对 然后如果说是比较资深前辈等级的话 他们可能烦恼的事情也不太一样 嗯 不过我觉得 就呃 因为牵扯到考试的过程嘛 所以就变成说 呃 不管什么年龄层他都要克服 嗯 这个他当下很烦的工作啦 是 甚至还有的是有家庭的 嗯 对 怎么去衡量这个时间分配这样子 对 所以就提到这部分的话 就是我相信很多可能当届的毕业生 或者是在工作的建筑建筑设计师们 其实都很想知道说 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考那一张建筑师的证照 其实这个应该是说 呃 这个牌有那么重要这样子 嗯 对那 我觉得应该是说你在准要准备要考 决定要考这件事情的动机吧 这个动机 像我做 我不管是要呃 呃 申请学校啦 或是申请一个公司等等 我都会想一下 呃 我做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 比如说我决定要考建筑师 我可能会想到 呃 我个人的话 我会觉得 呃 可能是 在这个阶段 呃 好歹也学那么多年的建筑了 嗯 好 啊 也好 还蛮喜欢这个行业的 那好像应该要给自己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身份 嗯 好 那 但是这个准备建筑师 当然不是只有那张牌照啊 对 就是那张牌照其实就是一张纸而已 哈哈 对对 你去现场 你去那个申请 诶 这么快就拿到一张纸了 这样 对 就 表框起来挂墙上 对 就这样 但是就就很怕同学 如果只是把考建筑师排这件事情 放当成是一个目标跟结果的话 我觉得 可能要反过来想想想 你考的这件事情的过程 嗯 对 我觉得这个过程 我自己蛮喜欢的 因为这个 比如说我在准备建筑师的时候 我很多时间都是在念学科 OK 对啊 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就没学好 就跟大家大部分人的烦恼都不太一样 对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考准备建筑师的过程好像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是 帮自己做一些整合 对 因为毕竟你要学结构 学乏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算是补充一点自己上班的时候漏掉的部分 对对对 然后也另外一个也是修炼你自己的定性吧 耐力啦 还有专心度啊 因为那个要念的量真的是非常的多 我个人啊 我有听过一个想法 他就是说学科的范围就是没范围 所以你就是只能尽力而为 对啊 我像我的构造我就念了蛮多 大家都讲说哎那个一定会考的东西这样子 但是我那一年考到一半睡着 考到睡着 因为太难了 就是那个怎么好像有几题是问你说那个门木门窗的施工顺序还提主 然后连续两三题 Oh my god 然后那变成说媒体怎么都不是我念的那个东西 不是要考一些基础啊 什么功法 是 地盘改良 怎么都不考这个 对 结果就考一些很实物的东西 然后就写到睡着 是 对对对 睡了十分钟都起来继续写 还好到最后有及格 对对对 我自己觉得构造是全部年最简单的 因为那是我唯一给我过的一科 啊你这样讲 搞不好有人是因为构造没过 也是哦 对啊 对对对 就有时候是运气啦 对 因为那一年特别难的话 或是特别的简单 对对对 可能就因此就过了 对没错 就必须说考试你是努力八十分 剩下二十分真的是看天 对 那刚好那一天你 就像我法规过也是 也是算是有烧香 因为我就在去考场的车上之那个过程里面 我看到了五个考古题 OK 全出 全部出来了 全部出 然后我就说啊随便看了五个考古题全出 然后那时候法规也是六十几分 哦 地空 地空 其实说实在话建筑师考试 就是你只要有六十分过 就是OK了 对啊 其实几个都就好啦 分数其实其次啦 对 没错 那像是你刚刚有提到是说就是 就是考完之后的心态的问题 那我相信对很多可能不管是建筑师 建筑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拿那张牌了之后 嗯 然后land what 嗯 是不是就真的在公司里面可以呼风唤雨 然后真的就变很厉害 变建筑大师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不是呼呼风唤雨 应该是被使唤 哈哈哈哈 因为我就像我自己 我我自己考上建筑师之后 我进入到一间建设公司 是 好 然后底下有我们自己的事务所这样 那我觉得说 当上建筑师之后 好像责任更大了 因为什么人都问你说 反正这是你做的 哦 对 然后营造厂也问说 这是你画的 那你去现场处理一些问题 然后现场卖房子的 也问你说 这个是哪个建筑师弄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比自己 我觉得好像就是被使唤 好像没有呼风唤雨这样子 嗯 就只能说他是给你一个认证 就是说认可你的这些专业技能了 对 但是你的责任相对起来也变增加 没错没错 不过我觉得 呃 也许会有一些使命感啦 就觉得说 呃 毕竟我们 假设是一个建筑师的话 你可能 画出去的图啦 你或是你发出去的公文啦 之类的 你可能会 更小心 对 因为你是一个代表公司的一个身份嘛 嗯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一些成长啦 嗯 对啊 就整个心态上面 对对对 心态上面 嗯 对 因为我自己还没拿到那张纸 所以我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跟大家分享 是说拿那张纸之后的感觉怎么样 哦 这感觉呢 大概你考上考上后的两个礼拜会蛮疯狂的 嗯 因为你会先被洗白 哦 恭喜恭喜恭喜 接着你半年后大家就忘记这件事情 哦 就顿时间又回归是个社畜这样 对就是你还是要 还是要面对自己嘛 嗯 对啊 你接下来 所以我常会 我还蛮喜欢问我身边的一些比较熟朋友 说你为什么要考建筑师这样 是 那那你觉得 你觉得考考试这件事情 呃 你的动机是什么 嗯 啊 你觉得排你有什么样的计划之类的 对对对 嗯 那你有没有听到一些有趣的跟你分享的答案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我遇过一个大哥 他说他考考牌是为了考给他的小孩看的 哦 因为他的小孩也是建筑建筑系的 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哇 怎么这么这么省啊 就是先当个榜样这样 蛮特别的 可是不得不说 就是可能比较高年高龄的时候 去准备建筑师考试 其实我自己觉得那个压力还蛮大的 对于体力上 对体力上真的是 因为我自己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如果30岁以前没考上 我就不考了 真的哦 这你自己有个自己定个门槛的 对 对因为我那时候退伍 呃 念完研究所退伍已经27 8岁了嘛 是 那时候就如果说 啊 如果我又要再拼 好像 身边好像很多人都考了十几年啊 对 考到小孩都生完了这样子 那就说啊 我觉得好 压力好大 是 对啊 如果拼这两年没有什么成效 我就不考了 这样子 对 那现在因为又改成滚动制的 顿时间 你没有借口所以不考了 因为你的成绩一直都在 其实这个制度 方面来讲 可能对有一些人 他是分年的准备 可能是有些好处啦 是 对对对 就是说时间可能会拖比较久 对 就是因为我之前听过很多朋友 他们就是说 我这是四年这 四年没考过呢 就算 这样子 比较干脆一点 对比较干脆 但是顿时间突然就 滚起来了 然后就 无言无尽 对 变成日常生活一部分 持续滚动 持续准备 对好 那回归到 就是大王老师的自家发展上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会很好奇是说 为什么会 就离开建筑业界 然后投入到 就是教学工作里面 应该是说 我从 会进入教职 是原本我工作了 大概三年多 好那时候就想说 还蛮想再出国看看的 这样子 然后就打算 开始准备作品集啊 托福啊 然后再申请国外学校 再去 也许在念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所 这样子 那我觉得真的 一路里来都是一些缘分啊 就是机缘 就遇到 比如说 第一开始其实就是 台课大戏主任就跟我讲说 要不要来带个医学企业课啊 帮忙一下 我当然说 可以啊 反正我现在 也还在准备课服啊 是 我也在准备作品集 刚好有空 然后大学学习之后说 那你明年能不能继续 对对对对 然后就这样子 就收到了一年的聘输了 这样子 OK 对 那这个时间其实 一门课应该也还好 不至于影响生活太多嘛 那就是OK 继续准备 然后同时 补习班 也找我去 开始去北中南跑啊 教书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这件事情就 慢慢的延续 它变成 有一些责任的 因为你在这个位置 这个角色 对 然后 过程中 可能也有在思考 因为你在一边在准备 可能在准备出国啦 然后你可能会 接受到不同的资讯啊 等等 遇到人失误 可能有些改变 这样子 所以就慢慢的 就是持续留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持续去做教学工作 这样子 其实在 教设计的过程 让我想蛮多事情的 对 然后 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计划好像 没办法想那么远的 但是 好像你可能 计划一两年 可是你今年发生一些事情之后 你就会停下来说 可能毕竟我们也不是 二十出岁的小矛头 就是觉得 这个时间对一个人来讲 可能要想一下 怎么去利用它 OK 就觉得好像可以有其他的一个配套 然后就觉得说 好像也不一定要 原本的计划 也不一定是不能完全改变的 可能会有一些模式的调整 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想 也许我还是可以 在这个领域继续发展 这样子 是 那大家其实应该都已经知道说 就大有老师在做哪些工作 就同时一方面是在 台课大里面教设计课之外 对 他也有在一些补习班里面去教数科 大家有在建筑师考试里面 大魔王 就是腹地计划跟建筑设计嘛 对不对 对 没记错的话 是 对对对 这两颗 大魔王 很多人过不了 就是一直卡在这两颗啦 那我有一点好奇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颗 其实遇到学生上最大的困难点在哪里 最大的困难点 我觉得应该是说很多同学 他上课听得懂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画 OK 他不知道怎么下笔 是 对对对 特别是可能有一些是非本科系的学生 那他突然要面对一个 给你一个题目 然后你要有建筑计划啦 等等 你要发展一整张A1的图说 对他们来讲其实没办法马上会有成效 是 对对 变成说要需要更多的时间 然后第二个就是手会不太行的 对 因为可能在电脑或 在大学或是在工作的方面 他都是电脑比较多 对 他变成说 顿时间让他去画图 不是说不行 只是说他比较不熟练 是 对 因为手会本来就是一个身体的记忆 其实是熟能生巧的事情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所以我才说我准备数科 相对于轻松 是因为我一直都在守卫 对对对 所以速度什么都还OK 还OK 对没错 那另外还有哪些问题 会常遇到的 另外就是 有些同学他可能会先准备学科 对 对然后 当然现在比较没有那个问题啦 就是说以前是四年嘛 然后他们都拖到 可能最后一两年才开始准备速科 哇这真的就是 那压力就很大 对对对对 他就 50child 卡住了 对对 然后进去话读可能都会手抖啊 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 呃 这个困难点就是在于几个技巧 第一个就是你手 手绘的熟能生巧的部分嘛 是 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 要有一定的解题的经验啊 当然 我也听过 有同学是 只画了两张图 然后就是考过 真的啊 刚好就画 刚好就考出他练的那个提醒啊 或是建筑类型这样子 是 了解 对对对 但我是比较保守啊 我都觉得说 你可能要至少了解一下 近十年的考题趋势啊 到至少这十年的考题 你都画过了之类的这样子 然后找老师帮你看图这样子 对 好 那今天除了现场 除了大勇老师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位大勇老师的学生 也到了现场 对对 对应该可以 这他叫小郭 小郭同学 对小郭 嗨你好 小郭同学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大勇老师在 就是教学这方面的话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特别的魔力 让你着迷的 其实从一开始 就是最基本的话就是 你还是会先从画图开始练习 因为其实数科最主要就是 手绘的训练嘛 那你基本的你手绘就是一定要练起来 因为那个是你考试的工具 也是你考试能去跟人家 怎么讲 去跟人家分出胜负高下的那个手法 嗯 那你手会逐渐练起来之后 那就开始去慢慢去读题 去读计划啦 比如说去读题目说 要给你的哪些讯息这样子 是 对吧 因为有时候 就是当你手会练起来的时候 就会 也会发现说 其实计划那些东西 其实真的要花 你可能要花蛮多时间去想的 因为其实题目的关键是 如果你 少一个 少了哪些东西以后 你会发现 到后面整个计划全错 那其实那张图 就白花了 对其实就白花了 因为就是考 因为我自己考两次 后来我真的去 就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如果你 缺少了哪一个东西 哪个东西没有去处理好 那你可能那一整天吧 你花了八小时很累 可是那八小时你都白花 因为 OK 对啊 那我有点好奇是 你现在是考到第几年了 我今年才第 今年应该算第三年 第三年 然后前几年的话 有在准备大小设计吗 大小 我是只有准备小设计 然后我自己比较幸运 就是有过那个 伏地计划 OK 对 好 大家这边补充一下 大设计就是建筑设计 小设计就是伏地计划 如果以防有听众不知道的话 对 那大家都 通常就是这两个都是 大家的魔王 那因为大设计的话 就是是针对一个建筑的提案 对 然后要去画完一张 是A1还是A0啊 A1 A1的图纸 对 然后伏地计划的话 也是A1图纸 但是它主要是针对 就是可能 它建筑的部分算是其次 主要是针对比较大范围的 整体的规划 对 还有森论体 对 还有森论体的部分 没错 所以大家通常就是可能会是 两个同时一起准备 因为其实 蛮相关的啦 对 反正都练手绘了嘛 反正就是一起考啦 对 反正因为两个都是你都要 想办法把那张A1图纸给塞满 对 对 没错 其实塞满啊 塞满这件事情 我觉得要看程度啦 当然还是说你的 依照这个体质 你画的方向 可能是体质要的 对 所以 就像之前有些同学都会 他说我画超满 还画到背面 为什么只有四十几分 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的提 一问呢 很多人呢 对啊 为什么 我觉得 其实 要画完一张图不难 你可以背很 像现在的资讯很发达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 各式各样的 很棒的图说 那 那如果我要填满一张图 当然有些东西是可以背的嘛 好 比如说那种 一些diagram的小图啦 或者是剖面啊 解说啦等等 嗯 其实速度是 是不会太难的 只要你有一定的手会 功夫的话 嗯 那我 我常常就像去年 就蛮多同学 蛮 错愕的的 就是觉得分数比较低 这样子 哦 因为去年突然间考了很多工程 施工图 对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 一些空间计划的尺度 是 没错 对 那 我都会说 那你到底画怎么样 我们可能要 我自己本身不会 当下就判断了 我会说 你到底画怎样 有没有图可以看 这我去讨论比较具体 嗯 是 对对对 那我也有听过就是画 只有画了三四个图 然后没有画满 是 因为他考过了 他考过了 对对对对 就刚好有catch到那个 主题老师的 对 其实我觉得源头还是 在考试他就在问你说 这个题目你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哦 对那如果说我什么都要回应的话 当然你可能 可以画个一整天 甚至画到隔天都画不完啊 是 因为建筑牵涉到的部分太多了嘛 嗯 但是这个这么短时间 只有四小时跟八小时 你觉得什么是重要 我觉得这是考试在问你的 嗯 对啊 所以我 我通常在教室 我都会带同学 走是题子 那我们再来想 我们应该要画什么图 嗯 我觉得这些人说 任何考试都是要策略的 是 没错 那其实刚刚两位 其实一直都提到是说 就是 首会就是要不断的练习 嗯 但是相信很多人 就是在不管是学生状态下 你可能每天到处设计 就是赶臂展 那工作状态下的话 每天都要赶工作 对 然后下班时候都很累 对 那到底如何去分派时间 去做这样的考试准备 嗯 我自己的状况是 首会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啊 嗯 是 那因为我喜欢图像记录东西 那我也喜欢图像去记录别人 跟我交代的事情 因为我写字本来就不好看 OK 就在上我那个实体课程 都觉得我的白板字 怎么扭在一起这样 因为我有时候讲过去 手来不及写就撇过去 这样 OK 那我就觉得说 画图 我们觉得建筑人 看图比较快嘛 嗯 是 那所以我就会训练自己 画很多的小图去记录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无形中 我变成是我不用刻意 抓一个时间 好 我开始来画首会 那你会有压力啊 嗯 好 那如果说你是首会比较 陌生的学生的话 我会建议至少可能两天 sketch一下那个杂志啊 或是网络上面看到的图片啊 就是去练手感 是 对 这个我觉得算是 就很像是在学语言一样啊 如果你一天没有碰的话 可能就申诉了嘛 是 没错 那小郭同学长问你一下 就是 那你上了大王老师课的时候 他如何帮助你去 不管是做小设计的准备 或大设计的准备 帮助吗 对 其实帮助就是 他从破题开始 因为其实考卷拿到以后 就是 要嘛 我们会最基本会准备荧光笔 因为我们就是要进考场的时候 我们要把keyword 把它全部圈起来 是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你不带 你没有把它圈起来 你可能读完一次考题以后 就忘了 对 你就会忘了 然后结果你可能一画下去 当你要回过头来发现 啊 完了来不及 我已经画下去了 哦 对 这个是 就是之前考试会发生比较严重的状况 所以就是 先从荧光笔 把重点圈起来以后 我就告诉我自己 好这些是我自己要去注意 那我考试 接下来我在准备要写计划 或是在画图的时候 我要去注意这些点 那我要去画哪些东西 我空间量要算多少 那我要盖几层 楼层分配要怎么分配 两个要怎么配置 是 那就是 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步骤这样子 keyword抓到以后 那把keyword记录起来 然后就开始编排你的计划区 然后你的配置图 里面 里面啊 灯角小偷这些 那我们大概就会知道 那就是 大概 大致上就是会围绕着那些keyword的方式来下去画 OK 基本上不会 插到哪里去 除非是真的一开始keyword你抓错 或是没有抓到重点 或是你忽略了 你觉得它不重要 那就 对 就考试就跟你说不好意思 那你这一章可能就不会过 是 那我相信对很多同学来说 其实比较害怕的是 就是好像很多补习班会 上导的时候就要背图 就是你脑子要聊 你要好像背很多的这些diagram啊 什么之类的 你才有办法考过 那实际上在做大的设计考试的时候 有必要这样子吗 背图 我自己是没有要求学生去背这个啦 但是我 我觉得 看那些小图 或者是说参考别人图是一个开始 是 好 那如果说你完全没方向 当然你可以临摹那个同学的图啊 一整张画完都没问题 但我觉得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可能要回来看一下 你现在画这些图啦 不管是大图小图 透视啊 剖面啊 它到底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对 那 所以 我觉得要有量的东西 其实可以很快 但是背后的意义比较重要 就刚刚这个小郭同学讲 就是说 我们要比较认真的去看一下这个题子 是 初题老师一定会在题目里面讲清楚 他暗示你什么是重要的 是 对对 所以 比较不会是希望同学一拿到就马上画图啊 那你把那些 可能是你硬背的东西填上去的话 其实文不对题 或者是在题子的边边而已 对 就是你为了要把你脑中记的这个图 就用到上面去 充太快了 你就可能还故意就稍微转一下它的题目 对 所以就可能就因为你这样转了一下之后 就没有打到老师了 对对对 没错 那最后一个问题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到底建筑 福地计划老师们在意的是什么 建筑设计老师们在意的又是什么 这么专业 这问题还蛮厉害的 因为 因为 有一个状况就是 有些人考得过福地考不过 考得过福地考不过设计 对 然后就有人是反过来 对 那这件事情我就 如果我在上课 我就会跟同学讲说 我们要先了解设计到底要考什么 是 重点是什么 然后福地的重点是什么 好 那我觉得福地它 你看它时间少 可是有的时候考题基地又更大 很大 比如说一个边长可能两百三百公尺的 去年的福地又是一个草大基地 大学校 然后两百 对 所以 然后就学生就吓到了 一个大基地里面又要塞一大堆有的没的量体 还复合式 什么都 还停车 停车 然后就说文化馆什么馆 然后什么 又要篮球场啊 公园啊 里里高口一大堆技能 没错 然后设计 基地稍微小一些 但是考八小时 对 蛮怪的 那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逻辑 他就说时间短考你大 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所以呢就变成说 我觉得福地它比较像是在看一个 比较像看一个组织的概念 那福地有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你要有区分区的概念 是 你要先进行分区 好 然后再来就是你这个 他可能会给你很多的建筑物嘛 好 那这些量体你可能要进行属性区分 OK 好 在哪一区啊 哪一个属性区分等等 第三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要你要 你要整理出一个很明显的 很清楚的架构 是可以把人流车流 甚至你的卸货啦 这些东西讲清楚 是 好 然后第四件事情 我觉得是开放空间 把它凸显一下吧 因为我们在绘制的时候 一定也会去注意到开放空间 可能有一定的人 人可以进来啦 或者是说开放空间 可能旁边有公园啊 你要跟他整合啦 等等 是 对 那如果是建筑设计的话 我觉得他比较 比如说以去年来看好了 他问你很精准的 住心线 学生宿舍 家具等等 是 所以他的思考尺度又变小了 对 好 那我们在画配置的时候 有时候会把一楼画出来嘛 是 那应该是说95%以上 学生都是这样做的 对 好 那有一些学生是他会画一个 屋顶平面的配置图 是 而外再画一个一楼平面 是 那这个方法也是有人画 但我 如果我觉得时间都不够 那我就直接画一楼平面就好 好 那 那这个里面我觉得更细节啊 因为如果是 建筑师来执行这个基地上的规划 你可能要思考 基地分析嘛 当然是两个考 两个考题 他都会注意基地分析啊 那你基地分析完之后 你可能开始想啊 我的空间量啊 因为他题目五位给你啊 你可能要算 一个人多少平方公尺啊 然后负数空间 所以你会有个空间定性定量的list 所以你要把它列清楚 到底要出于什么 OK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你可能要有结构概念啊 你要画出柱子啊 像去年这样子 因为大家都不画柱子 都是沉重墙 对 墙壁都画得很粗很黑 然后都有地下室 但是没有基础啦 什么这种的 对 抖面这样不行 就觉得说 好像我们就 我就认为说 你可能要很了解说 这两个科目 是 好 虽然他都是在画画 可是他的重视的点不太一样 一个是比较重视你 呃 区位组织的 那另外一个是重视你可能会有空间尺度的 空间量的 甚至细节的构造啦 这些东西 是没错 好 那相信大家其实应该很想要再继续多问一下 到底 Foodie跟建筑设计该怎么去学 那这个时候就是这边有个好康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大荣老师呢 他有推出了一个线上课程 那从现在你听到节目这个开始 其实已经有在开始公开的募集学生去报名参加 这个募集的就是所谓的招鸟优惠 就是有相对应的折扣给大家 那这个折扣会一路到4月的21号中午为止 那如果大家是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 附地计划跟建筑设计是如何考过的话 就非常推荐大家去选线上课程 那为什么要选线上课程 其实你就无时无刻你只要有手机 有电脑有笔电 在自己家里面 或者说你在可能公司偷打混的时候 都可以打开这个课程马上观看 而且好处就是你是无限观看次数的 你有一年的时间 12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你都可以无数次的点开相同的课程 一遍一遍的有看 同时间呢 而且它还有专属的课后服务 对 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不用担心说 只是看个课程就结束了吗 那如果我画的图好不好 能不能过我都不知道 那这课后服务就会是你的帮手 那你可以进一步的去解决你脑中的烦恼 好 那戴武老师要不来继续推广一下你的课程 其实刚刚你提到那个重点都有讲到 那我是觉得说 不管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课程都有好处 那我推出的这个线上课程 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线上课程 因为我的生活补调等等 我喜欢自己安排 那线上课程 它这个我们这次推出的线上课程的好处 就是当然你会有考古题的训练 就是精选的试题的考古题 那比较重要的是 听完课你可能会懂 那听完课之后 比较重要的是你开始要去画一些东西 好 那在这个我们的这次的推出课程里面 有提供了一些架构的方案给 跟以往教学不太一样 就是你可以先知道 可能有哪一些方案可以参考 让同学比较没有方向的同学 他可以知道说 我可以先这样子操作 好 那另外一个刚刚翔仔有提到 就是客户社团 就是说你买了课程之后 也不希望你只是看完就算了 那你画完之后会有回馈 你就可以丢到社团里面 会有专人帮你服务这样子 那我就会一定期看到 像去年我就收到了大概300张 哇 靠前两个月300张 看到眼睛脱窗 但是大家都很急嘛 因为考试了这样子 所以就是一直在传图 然后就发现说临时报复脚的人蛮多了 300张对 太可怕了 但是大家都是抢时间啊 是 能帮忙就尽量 所以也收到不少好的结果 恭喜他们这样临时报复脚还不错 至少过了 过了 对啊对啊 拼一下拼一下 是是是 对 那相信大家都是忙碌人 那如果还在思考说要如何去准备今年的大小设计的话 可以考虑和大勇老师的现场课程哦 对一个方案给大家参考 嗯 没错 好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勇老师 还有小郭同学到我们节目中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下周一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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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